记者在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 西汽东书管道系统累计向长三角地区 供气突破了5000亿立方米 西汽东书管道系统包含西汽东书一线 二线 三线 将来自西部地区的清洁能源 输送至我国东南沿海及沿线地区 途经长三角地区30个地市 日前 西汽东书二线与浙江省管网互联互通的 联络站嘉兴站改扩建工程顺利投产 西汽东书二线向浙江省管网的年转工能力 可增加25亿立方米 西汽东书管道系统每天向长三角地区 176家用户供气超1.3亿立方米 最高日分数量超2亿立方米 供气量约占长三角地区天然气消费总量的4分之3 围绕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国家管网加快推进管道建设 在江苏南通万里长江第一长岁 中俄东线长江顿购穿越工程 以完成管道辐射 预计纪念年底前全面贯通投产 川系东书二线苏玉碗管道也在加紧规划建设 西汽东书管道系统是我国覆盖范围最广的天然气管道 总长度超过2万公里 承担着我国50%以上的天然气输送任务 自投产至今已累计向全国供气超9600亿立方米 西汽东书管道系统向长三角地区供气突破了5000亿立方米 也得益于一个个输气厂站的升级改造 记者最近就探访了西汽东书一线上的一个压气站 安徽定远压气站 所谓压气站是指装有天然气增压设备的战场 他们如同天然气长输管线的心脏 通过不断加压保证天然气远距离安全输送 定远站投产的时候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分输站 每天的分输量大概也就是七万方 到现在的峰值就能够将近达到580多万方 近年来随着长三角地区天然气需求量的持续增长 这座昔日的小站历经数次扩建 现在已成为西汽东书管道在安徽省的关键枢纽 仅在去年其天然气输送量就高达12亿立方米 这是我国首台自主制造的大口径天然气压缩机 管道内的天然气增压 主要靠压缩机来实现这样的功能 这台压缩机的日天然气处理能力达到3000万标方 自定远站起 此类压缩机在国内的应用已逐渐成为行业常态 与此同时 小站智能化改造也在稳步推进 李承向记者展示了 全球首个结合声学与光学技术 应用于油气场站的智能感知系统 这个是有声音学摄像头测量声音的 有光学的高清摄像头 它的基本原理就相当于咱看见 听见一辆小机车铭笛 咱的大脑经过分析后 咱的眼睛就会找到那辆小机车进行定位一样 但实验起来就非常的复杂了 像定远站这样 从小规模到大规模 从传统到智能化的转变 在西汽东书沿线上并不少见 正是这些不断进步的小站 共同见证了西汽东书管道系统输气能力 从每年100多亿立方米 提高到现在近千亿立方米的巨大提升 今年以来 我国油气管网基础设施加速建设 全国一张网不断完善 预计全年新增管道里程超4000公里 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全面开工 截至目前累计焊接突破100公里 西汽东书三线中段中卫至早阳 川汽东书二线加速推进 西汽东书四线已完成 吐鲁番至中卫段主体管道工程建设 计划今年正式投产 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 西汽东书管道系统的年输送能力 今年将新增管道里程 超过4000公里 我国天然气管网一次管输能力 从2020年2230亿方 增至2023年的3290亿方 增幅达到48% 十四五以来 国家管网集团累计建成 主干天然气管道里程超1万公里 按照规划 到2025年 横跨东西纵贯南北 覆盖全国连通海外的天然气全国一张网 将更加完善 西北 东北 西南 海上 四大战略通道持续完善 形成四大战略通道 加五纵五横的干线管网格局 目前我国主干油气管网约10万公里 不断扩大油气人员的供给量和覆盖面 更好保障国家人员安全和经济安全 十四五期间 国家管网集团加快构建 布局优化 覆盖广泛 功能完备 外通内畅的全国一张网 预计新头运管道里程约2万公里 进一步扩大油气能源的供给量和覆盖面